小甜甜日前遭前夫宋靖贤爆出虐狗事件 当时他也直播表示自己没有虐狗 狗狗身上也没有任何伤口 跟不溫馈要求对方放过自己 不要再抹黑他 不料13日小甜甜却发文 表示自己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这阵子他都睡不着感觉非常糟 也曾有想结束一切离开世界的念头 提到自己现在的状况真的很不好 随后谈成关于爱权的事件 他说谎了 狗狗确实被他不小心弄伤了 当时因为他的毛打结 自己就用安全剪刀不小心划伤了 后来他着急的找宋先生帮忙带狗看诊 却没想到对方会将私事公布 相当愤怒之下 自己就忍不住反击 更指控一切都是对方的错 随后也提到 真的是在剪毛时不小心让狗狗受伤 绝对没有虐狗 但伤狗的程度 于宋先生描述出来的状况有出入 不过错了就是错了 自己一开始就应该说实话 最后他也在文中表示 他会正视自己的身心灵状况 对不起所有被他卷入世界的人 하기为了讨论